嘿喲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憤怒黑森林寺的比賽喔 那這場比賽呢 有比較知名的選手登場 那第一位就是我們的Jordan 還有這個紅色的Tatao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黃色的Viper 再來就是比較熟悉的Gucci 然後其他的選手 像這個青色其實也蠻強的 然後還有這個 那個誰 還有這個D開頭的 這個我有點印象 但我跟他們都不是很熟 但這個比賽真的是有水準 那其他的選手 除了Viper他們以外 其他的選手都是團戰的表現都是很不錯的 那我們先來解釋一下喔 這個黑森林的外甲通常要做什麼事情 那外甲通常都少來先圍架 然後先拉個兩村 先點織布 會比較安全一點 但Tatao這邊是沒有看到對手要過來圍的關係喔 所以他沒有第一時間點織布 不然通常喔 是要自己主動去點織布 然後再去跟對方做交換 然後趁機趕快去蓋 這就是為什麼黑森林難度是比較高的一點 那像Viper呢 他的圖喔 這個是 比較難為一點 因為他有兩個地方 而且這裡沒點織布絕對會被抓喔 所以通常外甲一定要點織布 還有原因就是因為會有鱷魚喔 狼這些東西喔 你沒點織布村民一下就被抓掉了 然後這邊刺頭護打 Viper的刺頭可能會先掉喔 對手已經過來開稿了 哇 這邊居然還弄掉一隻豬啊 Viper這邊沒有豬有點難受 對方要射掉一頭豬了嗎 這個野牛可能會被射死喔 尷尬尷尬 然後這邊趕快蓋房子 蓋房子他就會回頭 回頭的時候再射一下的話 他就不會一直被他控制住 但看起來是失敗喔 好 那對手成功搞掉一隻 豬 然後另外一隻豬也是被原地殺死 Viper有點尷尬囉 這個資源量完全跟不上喔 那這隻犀牛呢 可能是最後一下喔 被他的鷹刺頭給打死的喔 那Jordan這邊挺搞的 你看這個刺頭有點扣頂血喔 那應該就是被最後一下喔 自己的這個鷹刺頭給打死 那通常可以森林喔 如果你的河邊呢 旁邊是有湖的話 要去蓋這個碼頭 就可以把它當海徒來打 所以這邊要先補木頭 補到六木或是七八木左右 通常啦 你只要肉不會斷喔 趕快去挖木頭 然後趕快去捕魚 那要怎麼繼續把這個捕魚的碼頭 蓋更多一點呢 那個就是要生到城堡時代之後的事情 你不能完全依靠捕魚喔 當然有這個魚 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湖的地方喔 你還是要多多利用喔 到了城堡時代 你要上去撒魚吧 然後去增加這個捕魚技術 捕魚速度更快一點點吧 這是對於黑森林的一個內加喔 或是有湖的內加 是一個很好的加成喔 那外加來說的話 可能捕魚不會那麼早 因為你外加的工作其實會有點多 例如要圍家 防守或進攻的工作 都是落在你頭上的關係 所以喔 這個 湖呢 要不要去捕喔 就點見仁見智喔 如果你這個 夠 夠偷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補一下的 差不多是兩邊都已經圍死了 真的是要大爆圍了 然後你又確定你的魚 可能不會打輸喔 就可以來補一下 不然這個打輸經濟存勢也是蠻慘重的 好 好來看一下中間喔 照片這邊也開始圍了起來 內加這邊圍的比較簡單喔 只要圍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但這裡沒有打算用空這個石頭嗎 喔沒有這個快要死掉了嗎 喔他這邊有點織布啦 所以他很害怕鱷魚喔 這個要再繼續往前了吧 這個蓋完之後往前繼續蓋 圍這個地方 好那對手也過來了 欸這邊又有鱷魚 趕快用房子把鱷魚逼走 稍微微一下 因為他也沒點織布 通常黑森林內加的村民喔 都不會有點織布的 OK 紫順已經到了玉林地 OK 黑森林就是這麼的精彩喔 前期就是各種搞來搞去 而且非常吃地圖的 那我個人喔 會比較建議喔 新手一開始是玩黑森林練習喔 因為黑森林 比阿拉伯來說 簡單不少 還有幽默 但是配置喔 跟阿拉伯真的差很多 如果你真的想要變成單挑之神 綜合練習的話 可能還是要練阿拉伯 那練其他地圖的話 再去玩阿拉伯的話 可能會有點困難喔 那我個人就是 自己玩阿拉伯起來的人 所以就很有感 自己去練習阿拉伯之後 再玩其他地圖 即使流程配置有點差喔 但至少不會到完全爆炸的那種地步喔 至少還是能打的 配置這部分呢 在每一張地圖都是相當重要的 每一種地圖的配置都有點不太一樣 尤其是 海的 尤其是這種混合土啦 現在都講混合土耶 以前都講這個海陸土 不知道什麼現在都講 都講混合土 混合土有點 讓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好 好 那這邊直接圍石 琴瑟 待會他再拉一村過來 好 趕恩圍 這邊一樣圍這個地方就好了 這個刺頭看一下 好 MIPER這邊做事囉 這邊他是條盾人拉九村 那條盾人呢 可以雙倍駐紮村民喔 然後進行 好 這個射箭喔 這個箭矢可以射出雙倍箭矢量 所以條盾的塔弓喔 其實很難擋的喔 那塔弓比較適合文明呢 有這個波蘭 還有這個條盾 再來就是 我想一下還有誰啊 比較適合一點點 其實韓國也蠻適合 但韓國在封建時代的塔弓 並沒有太大的無益設立 他只有這個瓦斯速度比較快 嚴格上來說還是有點加強 並不能說完全沒有優勢 所以韓國其實也可以啦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建議喔 玩這個波蘭跟條盾喔 去做一個塔弓的一個決定會比較好 來這個箭矢量 超級多 射到直接爆血 這個村民要抖動 唉唷中了 好村民繼續扁 後面開始圍大石牆 兩個這個松貝中載量 就是不一樣 箭矢數量可以到很多 那我記得好像是可以到八隻吧 那BAP這邊拉到九村喔 可能是為了想要讓自己的 蓋箭塔輸出再更快一點喔 還有其他多餘的人手喔 可以去做輸出圍牆的動作 讓進攻的這個TEMPO 再更快一點點 好那究竟這邊防守也是相當快喔 直接圍了很大一圈 那村兵不少 好這有人說會說 欸那那那 那究竟這邊要不要插箭塔防守 我個人建議是不要 你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然後去挖手蓋城堡 可能都比你蓋箭塔更有用一點 這個時間點喔 就趕快去圍大石牆就好了 盡可能圍起來 但是 要真的完全圍石是很困難的 好這邊可以再圍一條 這邊圍一下 圍一下 設定紙 那下面這裡也是喔 用這個石頭 圍基點喔 去開始圍 這邊通常可以再拖延一下時間喔 那 究竟這邊 是不是在想 自己要不要趕快先升城堡時代喔 他這邊有點猶豫了 想要讀一個大 4級 用村民去應檔 好 這邊盡量拖了時間 那待會 Jodan 待會也可以使用這個村民喔 去圍一個大城門喔 城門 稍微用這個 旋轉城門的方式喔 然後再插一座 再 VIPERD的位置喔 再賭一個 不然就是像我這樣說 再拉一條線防守 OK 拉一條線防守 OK 這時候 Jodan點一下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城堡時代很重要的一點喔 可能就是 待會要先把這個石頭基跟黃金去控起來 城堡要蓋這個位置喔 可能 蓋一蓋這裡吧 其實蓋哪裡都蠻尷尬的 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想要蓋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還有果子可以吃喔 所以先蓋果子 然後石頭挖起來 如果他往上面攻 上面繼續圍 然後上面再蓋城堡 好 讓對方沒辦法盡情的輸出就可以了 欸 結果這邊等不到城堡時代了 要對塔了 因為石頭被控住了 待會可能會沒石頭 後面還有啦 雖然後面還有 完蛋了完蛋了 這邊對塔一定對輸 對塔是條盾最想看到的結局 哇又要殺一村了 這個一村 可能跑不掉 等一下 你怎麼對得已經條盾了 你這個是 8加0 0加4 8加1 0加7 7隻箭矢 他不是雙倍量 只有7個 不是8個 這邊更正一下 好 這邊看起來是完全打輸 你看這邊喔 這邊還有還有這個箭矢沒有射到的部分 你看覺得說 兩個箭矢量好像差不多 血量差不多 是因為白婆一在偷射村民 這個跑路的村民們 所以有一些都沒有打到的箭塔裡 好 那白婆這邊加雷繼續農起來 看一下 瑪雅這邊 Jordan要不要趕快 買一棟 城堡出來 但這邊是決定要選擇 衝車 投車嗎 應該是投車啦 這個 但投車很容易被打爆 通常要3到4塔 才會比較好解一點點 現在我來看一下Jordan 能不能用操作手作了 那一家部分 就一樣趕快農 盡可能的農到地龍Stand 然後趕快來出巨頭啊 或是遊俠之類的 中中騎士 趕快反擊回去了 好 但白婆的內將已經出關了 他法蘭克人 家裡 欸 他這個碼頭居然只補一點點 看來沒有想要大爆農 想用前騎就開始支援 而且是單TC 哇 沒有再農喔 沒有再農的話 就會比較尷尬 但是優勢處呢 就是可以幫忙來打投石測 讓Jordan這邊的攻勢 有做減緩的效果 讓白婆可以繼續侵入進去 然後直導內將 這裡有一台奴炮 白婆用村民繼續擋下 再兩隻殘血 好 投石車開拆 白婆的內將也是打一個偏強軍事的 那接下來的白婆的目標 就是要指導 就是內將的部分 這裡盡可能的喔 不要再去 瘋瘋瘋打外交 因為這樣的行為 只是在邊施喔 通常可以打到城市中心附近喔 支援已經控住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必要 再繼續針對外家的村民 現在要顧忌的是 內家農到哪裡啦 那現在內家是4TC開農 哇這個村民量非常的多 而且還有這個 城市中心也很多 那波蘭這邊 雖然有落量優勢喔 但他的農田現在還不多 所以現在要出騎士 可能會有點難出 現在可能要斷村喔 然後去按騎士 會比較好 不要再去按村民了 按這邊村民還再繼續按喔 這樣有點危險 這樣其實就是看viper沒有阿 唉唷 還有現在有點反應 不夠快 這個是三馬就在出馬 這個劍塔有點危險 把黃金往上控 破爛這邊石頭也要挖喔 這個趕快挖 對有在挖 五到六個人去挖 然後把城堡 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控一下金 兩塊金趕快控下來 然後這邊可能要稍微一下 好 橘色的村民 騎士往前衝 好 我們看一下上方喔 上方這邊也要進攻了 哇 紫色的投資車 已經開始衝了出去 塔套這邊 拉了很多村民來蓋新的石牆 這邊進攻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繼續來看viper這邊進攻 viper這個塔攻 算是相當成功 不過viper這邊 會成功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內甲 有應該有跟viper溝通喔 可能viper叫他不要太農 叫他直接趕快出兵檔 因為以正常開農的情況下 viper他們會是農輸的 因為viper一開始就被搞兩蜘蛛了 所以正常農一定會輸對手 好 這邊騎士越來越多 法蘭克的騎士 資源點後面有沒有在蓋馬舅呢 現在騎士的路徑有點遠了 哇他從自己家裡出發是不是 很遠很遠很遠 那騎士目前控的還不錯 趕快按一隻僧侶喔 在前線補血 馬丘趕快補 哇結果在前線一個人蓋寶 直接要來把對方的神人東西給控下來 忽然這邊石頭量不太夠 沒有繼續挖嗎 喔有 石頭繼續挖一下 那這裡最好是建議有十幾人去挖石頭 木頭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多 趕快去挖石頭比較重要 因為你現在只有城堡能救得了自己喔 例如把城堡蓋這個位置喔 直接擋住 然後可以跟對方城堡對射 然後這裡再補一棟 但這裡已經被Biper插箭塔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要防守也是變得比較困難喔 只能退守到這個位置喔 再繼續蓋城堡 或是這個位置 那兩棟城堡的話 只要讓Biper沒有辦法繼續進來 然後只能攻擊右邊的話 這邊再維持 然後這邊再蓋一棟城堡 基本上喔 算是半勉強的手作喔 那Biper這邊攻勢已經進行差不多了 箭塔繼續往裡面伸插 哇靠 我還在想說Biper的村民去哪了 原來走到大裝輪旁邊啊 Biper要給波蘭最後致命的一擊 這一擊會讓Biper 直接把波蘭給滅掉喔 旁邊騎士也在出 好看起來灰色 感覺擋不太住了喔 好這邊D掉了4級 讓隊友可以讓騎士衝進去打這個箭塔 OK 那趕快 橘色的騎士喔 要趕快到箭塔這邊去救一下Biper的村民 好這邊再維一下 好這邊可以再繼續 等一下等一下這裡有點危險 要爆了 這個木牆喔 是擋不住騎士的傷害的 好這邊可以招到喔 這個騎士應該會被招走 欸沒招到嗎 插一下而已啊 好可惜喔 好這邊想要卡位 卡騎士的位 欸中午招到了 好Biper在裡面築成戰法 兩個木門加一個房子 然後後面蓋下了第二棟的防禦箭塔 這時候Biper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這邊進攻越來越侵略 而且最好的消息是連漁船都可以射到啦 好 那讓裡面的內夾紫色也會遭受到一點攻擊 結果他們那一波進去喔 頭子車全部都被打掉了 這個估計呢 用一些輕騎兵友跟騎士喔 順利的解除危機 那第一時間沒有來拯救下方的內夾喔 其實也算正常 畢竟他們也要自己守 但 後來一救的話 Viper真的可能一波會把對手給帶走 好我們再繼續招 反克騎士繼續按 呵 看他真的一個人 一個人蓋寶 蓋起來了 笑死 好馬舟補一下 對前面一定要補個馬舟喔 好 這邊身插到了 99等的第二個防禦處喔 他的城市中心在這裡喔 好這邊 他雖然在完全看喔 但還來不及挖洞 挖出一棟城堡了 好這邊騎士直接上去硬彈 好我們箭塔有點煩喔 好 看起來破爛也是 涼掉了 這邊騎士很難出喔 到處都有箭塔在空 右邊村民也是直接逃難掉了 到了上方去蓋城鎮中心 紫色把自己跟隊友隔離起來 好那現在紫色要擔心的是 這一個 維京的傭兵 那隊友有義大利人的好處喔 維京人的這個 傭兵喔 血量是非常多 96滴血喔 血量加成 那如果你想要讓傭兵更強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瑪莉喔 或是緬甸之類的 也可以讓傭兵喔 增加額外的遠防喔 跟這個近戰攻擊力喔 所以不管是選維京阿 緬甸喔 瑪莉喔 這些穩緬喔 都很適合打的 好但是巴登提聖騎兵過來 看一下這波的交戰 這第一時間想要去解決掉後面的鐘頭 砸了一發 哇 大量青灰色的村民死章慘重 哇好慘 那巴登提聖騎兵喔 本身就是打步兵單位的喔 但是 對方的步兵太多的話還是打不太贏 而且巴登提聖騎兵 造價昂貴喔 而且城堡要很多才可以量產出來 對上這種可以大量生產 而且不太需要升級的傭兵來說 就在以現階樂覽的時候 是可以打得贏巴登提聖騎兵的喔 那巴登提聖騎兵要打得贏傭兵的話 要等到中後期喔 等一下這個三級防喔 二級攻 然後還有自己的後勤科技喔 超可能擋得下來 這波 巴登提是就希望 卡特也知道自己要追出 巴登提聖騎兵才可以 不然就是要趕快出火槍喔 但現在火槍會被傭兵反打 傭兵打火器單位有外增傷 所以火器單位現在出來 可能會被爆打一波而已 現在還是要有個肉盾喔 出巴登提聖騎兵來擋住 完蛋了 直接被擰壓過去 看這個傭兵血量多 就是這種麻煩 96滴血 雖然攻擊還沒點完 但是對手已經打出了 絕絕 阿 就等這邊 雖然我蓋一棟城堡 想要來反打 結果後面又蓋了一個箭塔 哇 太合了 到處都有箭塔 哇 這個已經深插到對手家裡 我們來看看這個viper的箭塔 到底有多少根 這裡總共有7根 哇 這個自己家裡面 就有敵人的7根箭塔 而且有超過一半的這個海域喔 都已經被控了下來 而且這個城堡也建立起來 紫色也沒辦法好好的補 然後下方挖伐木的村民也是被爆砍一波 橘色這邊相當舒服 那左邊這邊呢 桌的 有點太輕底了吧 我覺得有點 他可能覺得說 只有viper一個人的話 這個箭塔 頭車水平砸一砸 應該是有機會砸下來的 但如果內架喔 把安科過來支援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畫面了 只要一成功喔 打掉對方的投石器 讓對方沒有辦法很好抵抗喔 只要沒有城堡的話 通常都可以瞬間拿下來 這就是為什麼在城堡時代的城堡 這個黑暗時代的 黑森林的城堡 防守的用途是相當重要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 訂閱